南京警方发布视频 这个七夕州深探大事 联合早报的报道真相 惊动中国军号 北海舰队等军方媒体 这个七夕州深淫麻了 不仅是气温热 观众热情 话题度更是火热爆 周深为什么这么火 上个周末正值传统七夕节 周深个人寻回演唱会 南京站在周末连开两场 可谓是热度爆表 不仅是气温热 观众热情 话题度更是火热爆表 演唱会现场 奥运冠军黄亚穷 是周深的忠实粉丝 他曾在社交平台上 表达了对周深的感激之情 并分享了自己参加 周深演唱会的心情 在巴黎奥运会上 黄亚穷与搭档正思维 赢得了羽毛球混双金牌 他透露 自己一直喜欢听周深的歌曲 并且非常期待 能够参加他的演唱会 回国后 黄亚穷实现了他的愿望 出席了周深的演唱会 并在演唱会上与周深合影 手持金牌 周深则拿着羽毛球拍 周深的演唱会 约2024年8月10日至11日 在南京举行 这场演唱会是周深9.29 2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第六站 也是他首次在体育场 连续两日演出 演唱会上 周深带来了多首经典歌曲 并与歌迷们进行了互动 黄亚穷的现身 给演唱会增添了特别的色彩 他在社交平台上 感谢周深的邀请 并表示对周深的音乐 充满期待和喜爱 黄亚穷曾在奥运会期间提到 周深的歌曲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周深也在微博上回应黄亚穷 对他的奥运成就表示祝贺 并感谢他的支持 这次演唱会的相聚 不仅是黄亚穷个人的圆梦时刻 也是两位杰出人物 在各自领域成就的温馨交汇 奥运冠军黄亚穷 不仅是一位在羽毛球赛场上 里创加级的运动员 也是一位充满艺术气息的跨界爱好者 在七夕这个充满浪漫氛围的传统节日 黄亚穷的偶像周深参与了 央视七夕特别节目最燃场面 当浪花白遇见中国红 在这个节目中 周深在军舰上与海军官兵共同放歌 红星闪闪亮 用激昂的歌声表达了 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军人的敬意 与此同时 黄亚穷也在关注着周深的动态 他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周深的歌声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七夕当天 黄亚穷不仅为周深的新歌首发 综艺节目首播 新剧OST现唱等多项内容点赞 还在评论区与粉丝互动 分享了自己对周深音乐的喜爱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周深的音乐作品和综艺节目 受到了广泛关注 多个相关词条在个平台登榜热搜 话题度爆表 黄亚穷作为奥运冠军 他的支持和喜爱无疑为周深的人气 增添了更多光环 两位在不同领域的佼佼者 以音乐为纽带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也为广大粉丝带来了无尽的惊喜 值得一提的是 黄亚穷在栖息这个浪漫的节日里 不仅关注着周深的音乐作品 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传递正能量 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了运动员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也看到了他热爱生活 追求艺术的美好品质 奥运冠军黄亚穷 正以他独特的魅力 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周深不愧是娱乐圈劳模 除民众讨论话题度高之外 周深演唱会的影响力更是跨越国界 登上了新加坡联合早报 联合早报作为新加坡最具影响力的 华文综合性媒体 以其严谨的报道风格和广泛的读者群体 对此次演唱会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展示了周深在国际舞台上的瞩目风采 报道中 联合早报详细描述了周深演唱会的盛况 特别提到了演唱会抢票的火热程度 早报指出周深演唱会抢票的火热程度 让受票方惊叹堪比周杰伦 这一比较 无疑是对周深在华语乐坛地位的肯定 周杰伦作为华语乐坛的天王级人物 其演唱会门票历来一票难求 而周深演唱会的抢票盛况与之相提并论 足见周深在海外华人群体中的极高人气 报道还提到 周深的歌声具有独特的魅力 能够触动人心 他的音乐作品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 吸引了众多海外粉丝 在新加坡 周深的歌曲在个大话语音乐榜单上 屡屡名列前茅 许多新加坡的歌迷纷纷表示 能够亲临周深的演唱会 是一次难得的音乐体验 联合早报的报道 不仅让周深的演唱会成为了 新加坡民众讨论的热点 也为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地区的 华人歌迷提供了一个了解周深音乐的平台 此次报道 进一步扩大了周深在国际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证明了他在全球华人中的音乐地位 此外 报道还强调了周深在演唱会中的多彩多艺 无论是深情款款的情歌 还是高亢激昂的摇滚 周深都能驾驭自如 让现场观众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周深演唱会的成功 不仅是对他个人实力的证明 也是华语音乐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联合早报 据悉 联合早报大篇幅报道 中国内地歌手实属罕见 这表明周深不仅在花语乐坛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影响力更是波及国际 国际媒体对周深的报道 不仅展示了他国内极高的人气 也凸显了他在国际社会中的 关注度和认可度 这是对周深音乐才华和艺术成就的一种肯定 除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中国内地的多家媒体也纷纷报道了周深演唱会的盛况 本地的杨子晚报 江南时报 中国江苏网等媒体均对此次演唱会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演唱会的精彩瞬间和周深的音乐魅力 这些报道不仅让更多国内观众了解了演唱会的详情 也为周深的音乐事业增添了更多光彩 值得一提的是 南京警方也少见地发布了保障周深演唱会的视频 这一举措在歌迷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南京警方及各职能部门此次的保障工作得到了歌迷的广泛赞誉 在官眼安全 交通疏导 应急安排等方面 南京警方都做了周密的部署和细致的工作 确保了演唱会的顺利进行 让歌迷们能够安心享受这场音乐盛宴 南京警方的这一行为 不仅体现了对大型活动安全保障的高度重视 也显示了政府部门对文化活动的支持和鼓励 这种积极的互动 让歌迷们感受到了城市的温度和文化的力量 也为其他城市的演唱会安全保障提供了借鉴 周深演唱会的成功举办 不仅得益于他本人的音乐才华和人气 也离不开媒体的关注 警方的保障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 这一切都表明 周深的音乐之路正在越走越宽 他的歌声已经成为连接国内外听众的桥梁 南京警方发布视频 七夕当天 中国传统的浪漫节日里 周深参与的央视七夕晚会录播 在CCTV1CCTV三两大频道同步播出 为全国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在这个特殊的夜晚 周深站在庄严的南昌舰上 以一曲激昂的红歌红星闪闪亮为 75对海军爱丽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歌声响彻夜空 情感满意 此次演唱地点选择在南昌舰上 意义非凡 南昌舰 一艘备受与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的军舰 承载着中国海军的光荣历史和崇高使命 在这艘舰船上线唱红歌 周深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 对人民军队的敬意和对国家忠诚的情怀 他的歌声 不仅是对海军爱丽们的祝福 也是对全体军人的敬意和对国家的热爱 周深的这一举动 得到了包括中国军号 北海舰队在内的多个军方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周深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也体现了军方媒体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周深的演唱 不仅为军人带来了节日的温暖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军人的心情付出和家国情怀 中国军号 北海舰队等军方媒体的报道 让周深的歌声传遍了军营 激励着每一位军人坚守岗位 保家卫国 同时这也让周深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他不仅是舞台上才花横溢的歌手 更是生活中跟郑苗红的青年代表 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正能量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七夕晚会的这一幕 成为了周深艺术生涯中的一个亮点 也是他作为文艺工作者服务人民 服务军队的一个缩影 周深的歌声如同红星一般 照亮了军人的心灵 也照亮了每一位听众的心房 周深在军舰线唱红歌 周深之所以在近年特别火爆 主要的意于他多方面的艺术才华 和过硬的人品实力 作为一位青年实力歌手 周深以其独特的音色 深厚的音乐功底和多样化的音乐风格 受到广大媒体和观众的喜爱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